旁点PDD上的宝藏半成品美食 第一个 春之源的麻辣鸡爪 它这个鸡爪有点特别 是黑色的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除了鸡脚之外 都是一些正常的调味料 进行量250克 肉包涨180 东西也非常简单 成品就是这样的 感觉这个风格 有点像那个四川的波波鸡 卖家已经脱好骨了 一入口 满满的红油味还有芝麻味 鸡爪是那种非常爽脆的口感 有条件的小伙伴强烈建议 加点别的配菜 棒这个料巨香 满满的全是胶脂物 PDD锦绣家园食品 一包18块 下面一位来自于明河的 香饿手枪腿 这个手枪腿 在我的短视频里面经常刷得到 终于没抵挡住诱惑买回来了 制作方法有两种 一包的进行量是220克 热好了 看起来是真的香啊 一开始没注意 它竟然是个辣味的 还挺辣 应该有个中辣的水平 咬一口爆直 肉吃起来很嫩 还冒着热气 连着鸡皮一起吃 巨香 香 以往这种大手枪腿 餐馆里卖个20块钱一根 很正常 当时 PDD小掌柜食品专营店 一根均价10元